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进气格材的轮廓就像是放大版的车标轮廓 线条向两侧延伸 与大灯形成上扬之势 极其动感 车身线条类似于活跃 比较阴朗 从侧面还可以看出该车拥有权服饰车顶的设计 多服饰运动龙骨 整个车型应该是偏向于年轻化 时尚感很足 既然外观都属于运动时尚型 那么内饰自然也不例外 据悉该车内饰将采用航空舱设计 拥有权服饰中控大皮 挡板选用电子式挡板 在挡板的右侧还有粗状的扶手 内饰器显薄码范 车点多处还将搭配以银色装饰条 增加车内色彩对比度 在感官上与整车的外形相呼应 再动力方面这台CX-11还搭载的是具有沃兰沃技术的发动机 分别是1.0T和1.5T 1.0T最大可以达到136马力 1.5T最大可以达到177马力 该车将匹配的是6速手动 6速自动以及7速撑离和变速箱 百公里加速只要7.9秒 比宝买FZ1还要快 而且有消息爆出 这款车还推出了1.5T的混动系统 油耗低质惊人的1.4升 凭吉利目前的品牌影响力 推出任何一款新车型都会获得极大的关注 在冥冥之中助长了吉利新车型的市场表现 这款代号为CX-11的车型如果推出 想必也会受到疯抢 不及时再误护手